每逢佳节备思亲 春节将至 海外华人对祖国对家乡 无时无刻不充满了深深的思念 为了慰藉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情 由中国中央电视台 联合中国营联学会 中华诗词学会 中国书法家协会 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 共同主办 央视网城办的春联征集活动 在全球华人中如火如荼的展开了 春联征集活动已经成功举办四届 本次活动更是以新时代 新春联为主题 既迎合了当下的社会氛围 也给了全球华人一个祝福祖国的机会 加拿大华人也非常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由中国艺术联盟主席 著名书画家石斐先生带领的一众著名书画家 在朗顿教育集团多伦多电子学校 和多伦多音乐学院内亲自挥号泼墨 教授中外学子书法爱好者们书写福字做春联 在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 也让参与活动的朋友们更深层次地了解了春节的起源和春联的来历 现场一幅幅优美夺目 对账工整的莲墨作品 包含了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愿景和对幸福生活的殷切期盼 这些寓意美好别具一格的原创春联 在浓厚的艺术学院环境的衬托下 更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博大景深 在场的每一位朗顿教育集团多伦多电子学校和加拿大多伦多音乐学院的深深学子 都被春联中饱含的中国文化所深深浸染陶醉在其中 在一片祥和幸福的氛围中 全体师生高呼 祝祖国人民新春快乐 祝全球华人新春快乐 短短的两句话却表达出了海外侨胞们的思乡之情 以及对祖国对未来的殷切祝福 朗顿教育集团多伦多电子学校 是由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注册 并通过严格审查评估的在线私立高中 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可以通过在线学习 及结合当地的老师辅导 修完所有高中课程学分 并获得省教育厅颁发的高中毕业文凭 也就是OSSD证书 所修课程学分均为加拿大 美国及英联邦国家大学承认 可以直接申请其中任何一所大学 该校所有高中课程 严格遵循安省教育厅的教学大纲 和相关的指南而设置 为学业和事业的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 加拿大多伦多音乐学院是加拿大最大的国际私立音乐学院之一 学院开设古典现代及爵士乐的多种专业 学院拥有杰出的艺术家资历的教员 提供最好的专业的教学 并针对学员的不同层次进行单独辅导 加拿大多伦多音乐学院分为两个学院 基础学院面向12岁以上的青少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